吃货 有啊 玩家 在这 达人 这是我 我是吴依佩 邀请你一起探索迷人的小日子 青春有主见 他们最亮眼 POP有够近 吃喝玩乐最有近 8月20号星期天早上10点钟 欢迎再度回到POP有够近 我是依佩 好 我今天要访问的这一位的来宾 其实我跟她是一波三折 本来应该要上周就碰灭了 但是上周我要来电台录音的当天早上 就是我突然之间下腹痛到不行 是痛到我想说我忍一下 或是类似像那种月经来忍一下都忍不住 然后今天好不容易跟她碰到一面 就一坐下来 我们竟然不是在聊她的作品 竟然是在聊说 哇 上周没见面实在是太好了 是病中注定 我也生病 她也生病 非常欢迎这位新生态作家高瑞希 出了这本书叫做 相信自己才是完整的你 瑞希你好 好 各位大家好 还有宜佩好 我是瑞希 好 瑞希 我们刚刚坐下来聊些什么 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我觉得很好笑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 在这广播当天的前一天 然后我长了一个就是超大真言 真言很正常啊 可是那个真言是 它结合了结膜炎跟过敏 所以是肿的就是跟家暴一样 然后我早上起床的时候 还拍照给我的出版社看 说完蛋了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睁开眼睛 惨了 要请假了 然后没想到后来才知道 我宜佩好也生病 所以我们是命中注定 心灵相通的生病二人组 对 然后你生病的时候 我还跟出版社讲说 我觉得宜佩生病 我真的希望她早日康复 但是我怎么觉得 有一种松了口气的感觉 第一次就是说 其实我们都要在自己最好的状态 其实你不觉得 就是宇宙的安排吗 我觉得就是安排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宇宙的安排 很符合这本书 相信自己才是完整的 你在这书里面提到很多 譬如说要跟自己的心灵沟通 怎么样才是真正的自己 我们听到很多外界的一些 虚幻的声音或是虚伪的 我们以为那是我们真实的自己 后来才发现不是 所以其实我们要真的 做自己的时候 才有办法让两个 很pure的灵魂相遇 你看我多会扯 我会从这个书位扯到说 是真的耶 因为我前几天真的讲了大睁眼 是因为我最近刚好在写新的东西 然后我就是每天都是坐在椅子上八个小时在写 没有停下来 很累耶 所以其实那个睁眼也是在反映了就是我们心里的那个正在处于的状况 所以你的那个职场可能也是压力太大 我也是 因为我最近就是工作的又舞台剧 然后现在又电台 然后又演出又主持 就所有事情全部都撞在一起 所以我就是等于是 我每一个工作衔接点都没有中间休息的时间 我觉得是上天要让我知道正是我自己没有看到我自己需要什么 我可能需要的是一个完整的休息 但是我一直没给他 所以就刚好我们休息的那天都是台风天 很棒 对就是很合理的休息 很棒 好其实今天瑞希来到节目现场 前几周我的制作人波凯拿了你的书给我 告诉我说最近这本书很厉害很多人在推 结果没想到我今天进到广播间的时候 已经在广播间开启了一个小型的粉丝界面会 有蛮多人是你的读者 瑞希你跟大家介绍 可能蛮多听众朋友认识你 有一些人对你可能还没有那么熟悉 先跟大家介绍你的背景 其实我的背景就是我过去 其实直到现在都是在媒体行业工作 那之前是在联合报当影剧记者 跑的是电影线 然后后来呢到静周刊是娱乐组 所以人物采访 那现在是在一家时尚媒体当采访编辑 所以也是采访关于就是人物 然后演艺工作相关 我以前有在任何的场合遇过你吗 没有因为那个时候 因为那个线路是分得很明显嘛 重音线戏剧线跟电影线 所以那时候我就只有专跑电影线 我觉得很可惜 我只有在你主持那种 电影盛会的活动的时候 会看到你 了解 我们真的有点相见很晚 但是你从 你一直都在媒体 但你怎么能够 你知道媒体是一个很快速到 有时候无法喘息的行业 可是我从你这本书里面 获得了很多跟自己对话的机会 你很常 在这么忙碌的一个过程当中 你怎么有办法 后来现在就是在耕耘在比耕这些 其实我刚开始成立这个专业 就是高瑞希这个专业的时候 我必须说是你们让我学到很多 就是我常常在观察 对 其实我一刚开始这个专业的调性 是我在采访名人 就比方就是你 或者是看到范彬彬之类的 他们的行动 或他们专访说的话 对我说的话 我可能就会写下来 然后开始反思我自己 有时候就是名人对你讲的话 不见得是他们真心这样讲 他们可能是讲了 可能就是讲很好听的话 没错 或者是因为人设 讲了那样的话 是 可是那个话 其实还是可以在你心里去想想 回溯你自己的感情经验 跟职场经验 那再来就是媒体本身 它就是快速到 其实很多时候也会不快乐 所以我会比较会去关注 我不快乐的时候 那我平常其实在忙的工作下 我还是会有写作的习惯 所以就是久而久之 从一刚开始 是从名人带我的想法 然后到最后 渐渐的才开始写我的想法 就是这本书 我觉得超酷的 因为我曾经有在人生低潮的时候 当然就是工作啊 然后我是感情的低潮的时候 其实人生在低潮的时候 你很容易胡思乱想 然后什么样的文章 你都觉得好像很 好像很match你现在的状态 然后就是什么样的文章 你看了都会流泪 不管听什么样的音乐 看什么样的作品 都觉得 这作品是为我而拍 这首歌是为我而写 就会一种对号入作 对 连骂人都觉得 你是骂我吗 我们太容易对号入作 我也是 可是我就在人生的低潮的时候 那一阵子我突然之间 不知道为什么 看了一篇文章 看到蔡依林在上面写说 有人问她说 你人生在低潮的时候 你都做些什么事 她说就大量阅读吧 这个帮助非常大 对 就让你进入别人的世界 或是进入别人的故事 你暂时可以抽离你那些悲伤 或者是你不被理解的灵魂 然后暂时从别人的作品里面 也许你可以找到一些 不能说是答案 我觉得是一种 可以让你心灵 获得喘息的空间 对 而且我觉得 不管是阅读 还是你在观察名人的专访 因为你根本不认识 我常常跟我的读者讲 因为读者很容易会去骂明星 然后我说可是其实你根本不认识她 你赶快帮我们多讲讲话 我们真的很容易被骂 我们不讲这个也不对 讲那个也不对 然后我们每次要讲这些话的时候 我都想说 我是不是不应该站在哪一个立场 现在连我们沉默都是一种发言 有人说 VP为什么这对自己事件不发表看法 他一定是不敢讲 或是应该怎样 不能不讲也不对 我站在你这方或是站在别人那一方 都不对 我不讲也不对 那我当应该怎么办才好 对 相比方就是 我在书里面就有一段 就是投射跟被投射 其实我就是反复的在讲说 我在写娱乐专访出身 可是其实我常常告诉读者说 你根本不认识 比方你根本不认识 VP本人 你没有跟他仔细相处过 其实认识本人之后 有长期相处 还真的会看到你身上一些问题 没错 可是呢 如果是旁边 根本没有跟你相处的人 其实真的会不知道你在 不知道你本人是怎么样 所以你讲出来的那一句话 其他背后有很多的渐层 是你没有看见 所以当你在乱解读的时候 比方说 宜佩今天选择沉默 是不是因为他不敢讲 其实这某部分反映的就是 你在面对冲突的时候 很多时候你是不敢讲的 没错 然后你对这件事情 会有很深的讨厌自己的状态 所以你看到吴宜佩沉默 你就觉得投射了这些情绪 所以我有时候在观察别人 我自己也是 在看这个明星 假如我觉得我就是不喜欢 他怎么会这样 我心里就会想说 为什么有这个情绪 这样子 我懂 我其实前一阵子 看到我一个朋友 他在网路上一直说 他算我不是很熟朋友 然后告诉我 就是在上面写说 我其实不喜欢被人家 就是大肆庆祝生日 或者是我不喜欢被人 就是被人家拱着 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他常常会有类似相关的言论 但是每次到了生日前后的时候 或是那个月的时候 他就写说 哇这个月份是我的月份 我先想说 你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所以其实我觉得 就印证了瑞希在书里面的 有很大部分的发言 是在讲说 你内心不安的事情 其实你会很 很 应该算怎么讲 很不经意的 你会在很多地方 刷的存在感 其实是你内心的 那一个不安的因子在作祟 对 你不知道你自己需要什么 你以为你自己不需要 其实你很需要 你也需要关注 然后你会说 哦我不需要关注 非常合理 因为我书里也有这个章节 就是你以为的不是你以为 那当然现在 其实我们这个时代 其实最近非常的讲究 就是吸引力法则 就是宇宙的东西 说我只要想要什么 我就会得到什么 可是我认为这个关键 真的就是 可是你知道你真的想要什么吗 因为你有可能许错了一个 根本不适合你内在的愿望 所以你可能就会打不到 然后你就会觉得 为什么我打不到 因为其实你更深层的 性格的潜意识的底色 是你真的不想要这件事情 我懂 我懂 好 我觉得我今天真的可以跟你聊很多 好 相信自己才是完整的你 我今天一定要大推这本书 然后我待会要跟瑞希 坦承 这本书我其实阅读非常慢 因为在阅读过程当中 我都会 你每一个章节的每一个文字 我都细细阅读之后 然后来反思自己说 我有这样吗 我有这样吗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8月20号星期天早上 10点钟欢迎再度回到 POP 有够近 我是宜佩 好 相信自己才是完整的你 是新生代作家高瑞希的作品 我觉得今天跟瑞希应该有很多共通点 刚进广告的时候 我竟然在跟你聊人类图 对 因为我 我非常好奇宜佩的原因 是我在整个交谈过程中 有感受到她 是可蛮流动的 想法很弹性 所以我就问她 你的人类图是不是空白 我觉得我是那种 可以极度理性 也可以极度感性 也可以理性混杂感性的人 可能我不晓得 这件事情到底是与生俱来 还是我就是后天养成 因为我的工作 有时候又是演员 有时候又是主持人 我要既理性的 但又要带点感性的 要看待这件事情 要能同理这件事情 或者是要能够理解这件事情 我才可以跟来宾聊天 可是我觉得你这个特质是好的 因为我在书里面也有提到 还有我在文章有提到 我觉得我自己在读 希腊罗马神话的时候 我有观察到 大家对于真正的英雄是什么 就很多人会觉得 现在的时代会觉得理性不好 因为理性了 你就少了情感弹性的空间 然后感性过多好也不好 因为变情绪化 可是我真的觉得成熟的人 是你可以理性开到100 你的感性也开到100 然后两边切换 像奥德赛 就是我会讲到希腊神话 也是因为奥德赛这个英雄 被希腊人非常的推崇 就是因为他既理性 可是他又感性 因为感性可以 触动你去冒险 然后理性可以帮助你 调整你的界限 懂耶 因为如果理性百分之百 但是没有感性的人 他就会知道说 这地方 拜托我这做这性事 CP值有个低的 我干嘛要去做这件事情 他会减少了自己权情投入的弹性 可是这个很非常的可惜 所以演员其实要感性 但是又要理性 我懂 可是演员应该是要感性的成分 再比理性多一点点 你要把自己放在那个环境里 去真正的感受 可是其实我觉得你出这本书 对于现代人的帮助很大 原因是因为 现代人常常被要求 你必须要活 你必须要活的理性 尤其我们在工作职场上 对 因为你如果感性太多的话 你有太多的意见发表 你有太多的情绪宣泄 其实对于周遭的同事 跟你相处起来是 会有几度大的压力 也有 有时候不知道该怎么跟你相处 你在这书里面 其实有分很多章节 各位听众朋友 这本书 我认真觉得是我最近阅读起来 我觉得很舒服 并且你能够开启 自我对话一本书 所以如果大家有幸运的话 这本书买起来 相信自己才是完整的你 瑞希在这里面 其实你有帮大家分了章节 有哪几些章节 它里面就是有 关于情感上的章节 然后还有关于有一章节 我会觉得偏向比较难读 是因为它是我的核心的概念 就是我直接讲 我认为宇宙观是什么 然后来讲关于自我 然后再来是第三第四章 其实是关于创造 是自我的基础 还有一些方法 像很多人会说 要怎么样让自己变得稍微感性一点 因为太理性 可是那很难 就是你今天要我感性 我就是不会 那这本书就会有一些方法 是可以让你变得感性 或者是把你潜意识的东西召唤出来 有时候它会跟你身体的操作有关 你对你自己身体的了解程度 里面有提到 然后还有我觉得我非常推崇的自由书写 我觉得你的灵魂才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灵魂 虽然你说你想了解我 可是我一直在想说一个采访 就是采访电影 电影版面出身的一位记者 照理来说 你应该头脑要非常能够很调理的 去分明的去整理很多东西 然后并且就是你要做名人专访什么 你又要有很感性 然后你刚又说到希腊神话 又说到你的核心价值 你平常都在阅读哪一些文物啊 你下次要不要开你的书单 就我要跟你加LINE 然后你开你的书单 给我们两个来交流一下 可是宜佩我真的很推荐你去看一本书 因为上次我跟邓惠文医生访问的时候 他有看这本书影响我非常深你要去看 他叫《与狼同奔的女人》 什么赶快记下来 我在我的社群已经爆推 就是每一个女性读者都要去看 然后我的读者看完启发很大 为什么因为他这个作者 他是荣哥分析师跟一个德国桂冠的诗人 那所以他在写 他这本书也在写自我探索 可是其实自我探索的时候 你不只要探索你的恐惧 你还要探索你的恶意 就是你要看到你做这个选择 你背后的虚荣跟贪心 可是讲这个就会很伤人 像我这本第一本书 我都会常常想说我会太锐利了 可是《与狼同奔的女人》非常柔软 然后他会借用很多神话跟童话故事 去告诉女孩子说 我们要看见自己的虚荣 可是没有关系 不要讨厌自己 但是你看见了 你就会容易不会被一些精英啊 你就会精英取媚 我突然发现 我觉得人生就是要经过某一个阶段 我们以前小时候 我们其实都会觉得我们自己 当然期许自己成为一个善良的人 然后就是如果这个东西是属于别人 不属于我 我们也要就是恐荣让利 或是要成人之美 或者是说必须要祝福对方 可是后来我人生活到了约莫35岁以后 我就突然觉得这件事情很虚伪 原因是我们从来没有 就像刚刚瑞希说 我们从来没有认真的去承认自己 其实是有贪婪的心 我们其实是有小坏坏的心 我们其实是嫉妒对方 我们其实是很希望 为什么那东西不是属于我是属于你 我们不肯承认 其实有趣的是就是一定要承认 在这个本书就是说 其实要承认而且不要怕 因为我今天早上才在我的IG线 中讲一个感想 就是因为最近我刚好在看动漫猎人 然后我后来在这部本书 我直接讲结论 我的感受是一个人真正的成熟 是你要跟你心里的野兽 跟恶意和解 可是很多人在 我觉得亚洲社会不止台湾的教育 就是像你刚刚讲的 就是恶意的东西 恐惧的东西 我们内在的野性 它要先逃掉 可是逃掉的时候 你就会不去看它 你就很容易不往内看的时候 你就会往外去攻击 可是我觉得人啊 要找到一个 无论是你的知心好友 或是你的灵魂伴侣 或是可以讲 可以诉说的对象 也很难 是非常难 但如果你人生当中可以找到一个 你可以譬如说我跟瑞希很好 我就跟瑞希讲说 其实我觉得上次那个机会 我真的觉得我真的蛮想要的 对 然后我觉得我 虽然觉得承认这一点 觉得好像有点害羞 或是觉得好像有点过分 可是我会觉得 下次也许更努力 我可以拿到这个机会 我坦白说 我非常喜欢我的姐妹是这样 就是我有一个姐妹 就不讲她是谁了 她就会有时候会跟我说 我觉得我就是喜欢 她说我就是 我就是喜欢活出自我有自己的工作 可是我还是想要嫁给一个有钱的男人 很好啊 然后我觉得非常开心 你跟我讲这个 没错 可是我叫有些人不喜欢 可是我就会 这部分也是我曾经在文章讲的 就是我觉得 好朋友会跟你讲她恶意的那一面 就代表她是信任你的 所以其实好朋友不是要你教她做什么 有时候我后来发现是陪伴 就是她个性本来就会跟你不一样 我本来就是啊 我上次在那个全明星辩论会的时候 虽然那是个辩论的节目 很多人都说 啊你去参加那个节目会变成吵架王 我觉得完全全然不是 我里面提到了一个观点 就其实是我最近最深刻的题目 你有发现就是人际界限这件事情 很微妙吗 当我跟你没有 譬如说我今天坐在这边 我第一次认识你 我可能会对你讲话很客气 知道有些是该说有些是不该说 就即使是你今天告诉我说 你去做了一个什么事情 就算我觉得很不妥 但是我可能也会踩住某一个底线 就是尊重你并且修饰说话 但如果今天我跟你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之后 我就会发现那个人际界限运 突然变得很模糊 突然觉得说 瑞幸你不要用这个包好不好 我觉得因为这个颜色很丑 为什么要剪这个头发呢 谁叫你剪这个头发 我觉得很不适合 就是我觉得人际界 还有我讲这些都是小事 就是譬如说这是闺蜜之间会讨论的事 譬如说他今天 假设他一个工作 或者是他认识的男人 他就说这男人就是很烂 你干不跟他分手 他就是劈腿 他就是渣男 你为什么不跟他分手呢 他说我真的觉得这样对你 我对你很失望 你的人生怎么会一直往这个方向走 就我们会不知不觉的 对别人插 他就是指手画 找别人的人生太多 对会 但是你知道我之前有过这样的状况 然后我也是在通过书写里面找到答案 是其实你会对他有一种排 他讲出他的心里话会让你造成排斥 其实也是因为他真的有没有 你不想看到的一面 我举例我那个虚荣的朋友 他告诉我说 他想嫁给一个有钱好男 有钱的男人又想要活出自我的时候 我就是刚开始来真的有点不爽 我就会觉得说你怎么那么虚荣 可是后来我就发现说 我怎么会有这个想法 就是因为我拒绝承认 我其实也渴望被照顾 我懂 我懂 我突然懂那种感觉 对 然后后来我就理解说 我了解了 但不是所有人 不是所有的行为都是这样 有些就是行为明显是错的 比方说他脚踏脱条转之类 他不会啦 但是针对有一些小小的劣根性 我会去看我自己耶 然后就会觉得 OK我可以理解了 其实这个书的编排很有意思 在第一章节非常引人入胜 因为人生父母养的 你在这个感情路上 没有摔过几次跤 没有遇过几个渣男渣女 那都不算是人生 谁没遇过 真的 可是瑞希要我们在书里面 在读的时候看得懂说 你不要只是觉得 你遇到了渣男渣女 而是你在这一层的背后 你有没有去 不要去怪罪你踩到蛇 不要说 这蛇为什么咬我 蛇为什么在这里 你要告诉自己 我为什么会去踩到蛇 然后以及我下次要怎么样去避免蛇 来我们广告 怎么会聊到蛇 广告之后来聊这部分 8月20号礼拜天早上10点钟 还是要大推一下这本书 叫做相信自己才是完整的你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是作者瑞希 我其实在坊间看过很多类似这样子 title的书 可是翻开来全部都是心灵鸡汤 告诉说你要变好你就要怎么样 我很少看到你里面完全不是心灵鸡汤 就是你好像写到好多就是真正很人性面 譬如说小三的故事 譬如说你曾经也自己不小心当然人家的小三 但是我们其实在情感里面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书里面有很多共鸣的点在于 我们在处理情感跟我们在情感漩涡里面 还有里面有一句话点醒了我说 我们宁可要很清醒的沉沦 而不要闭着眼睛什么来着 装死 装死 对 讲得太好 你在情感这个部分琢磨了点 虽然你说你前面用字潜词是有点犀利 或是有点的 我觉得还好 太好了 那你代表你心很大啊 有很犀利吗 我还心想说犀利是要犀利到什么程度 我看就觉得不会啊 你点出了问题 但是你不带任何的批评的去讲这件事 然后告诉我们说 如果你真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要怎么去觉察自己 我觉得是 你是很棒的 也姓女人 女郎同奔的女人 是今天瑞希推给各位读者 各位听众朋友的书 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上网 或者是去书局看一下 好 在这个 这第一个篇章你在讲到的是 对于情感面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观察跟觉察 哇 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 也有一个人问过我这样的问题 说你在陷入情感的时候 你怎么样去观察你自己有委屈的情绪 因为我原本就是跟读者讲说 当你感受到有委屈的时候 就是你要深刻检视这个关系的时候 可是很吊诡的是 我一直都记得 但会问医生问过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问题说 你怎么知道 这时候你是委屈的 这时候 他说因为你是要先经历过 你有感受到被尊重的感觉 你才会知道 你现在正在不被尊重 然后我就觉得 天哪 这个问题好合理哦 对 我是怎么意识到委屈 后来我就发现 这个东西 我不知道该不该讲出来给人家学习 因为他不值得学习 就是我都要被人家甩了 或是我都要在这个情感 完全的就是结束了 毁灭了 我才知道说 啊 我 我好像有一些性格上的问题 需要看见 我是悲剧发生的时候才意识到 但是你那个时候发生了之后 你怎么样去觉察说 你自己在性格上面有哪一些问题 是需要被发现 什么问题 好 我那时候是通过 一样后面讲的自由书写 然后我就会讲说 我在感情上遇到这样的事情 他让我看见了什么 其实我觉得他让我看见了就是 我过去以来喜欢的男生都有一个特质 就他们一定都是高高壮壮 而且黑黑的 然后让我觉得很有安全感 所以我想找的有点像是 一种遗失的父亲形象 我懂 我觉得跟这样的男人在一起 我好有安全感 但生气的是 每次都是这些人高高壮壮的 给你有安全感的形象 但没有给你有安全感的感觉 但是我也是从这边 我书里有提到 我就发现我要的是安全感 可是安全感这件事情 你渴望是有问题的吗 其实不是 可是我现在来到的阶段就是 你可以重视你需要安全感这件事 但是你在重视这个需求的时候是不能将就的 就是你要以感受为优先 你知道那个差异性吗 是我懂 好 那个我再举一个例子 我以前就是因为不知道将就 所以有一段时间是任何男生来追我 我就跟人家交往 我真的是这样 然后就交往 然后一个月就分手 然后交往最短可能就两周 我都不知道那到底算不算交往 这叫做匮乏 因为我要有人陪我 我要安全感 但是现在我来到阶段是 我知道我想要安全感 但是不适合的人来 我是不会接受的 然后就变得很难找对象 但是不会想要将就 我后来觉得需求跟匮乏 它真的是一个很细微的思线 取决于说你 有愿不愿意重视你的感受 你开始知道你不想要被这样对待了 这是我书里面也有慢慢的在 探索自己的时候 有写过这些建层 我突然觉得从你刚刚举的例子 帮我一个朋友找到了完整的答案 他跟你一样 可是因为他是因为爸爸很早就去世了 所以他就是在他的生命当中 一直缺乏有父亲这个角色 所以他就觉得 然后后来他妈妈也没有再嫁 然后带他们很辛苦 所以他就一直很希望可以找到一个 很想要小孩 很有家庭感 他喜欢对方的家庭 好像也是很完整 然后他觉得在这样子的环境 他会让他觉得很有安全感 可是你知道我这个女生朋友 他连续四次都莫名其妙成为人家的小三 直到最后他跟某一个男人 就是他觉得可以论及婚嫁 才那个男生才跟他坦诚说 我有老婆 我有太太有小孩 然后就跟他坦诚的这个情况 然后就直接白很白的直白的问他说 即使是这样 你愿不愿意跟我继续 然后我朋友是哭到一个 他觉得他不知道为什么他自己就会陷入这个情况 可是我觉得就是像刚瑞士讲 有符合你 你的条件的这个男人进到这个框框里面来之后 也许你自己去组了一个很高的台 或者是你那个梦想的堡垒 组得太完整 可能你里面有一些蛛丝马迹 你根本没有去看 或者是其实你应该要发现你没有发现 要发现他里面就有点像不同 同一个关卡 他真的里面有个核心的东西是你缺 而且他会贯穿你的一生 像比方我是安全感 这个安全感他除了感情一样 也会显化到我在事业 就比方说我会希望在抢独家的时候 我就要当第一 我懂 底色就是因为我觉得 这个可以让我觉得我有安全感 我的脸很棒 其实那是相关联的 它会贯穿你的各个领域哦 所以如果你没有意识到这件事的话 就会很容易让你陷入相同的情境 然后你还会不快乐 那我曾经就有一个状态是有读者问我 我意识到我知道那怎么改 对 然后我就是其实不用改 就有一个奥修 是奥修吗 他有说过一句话 奥修会很喜欢 他就说其实觉知及觉醒 就是你看见了 你就看他 然后你就知道说 我现在陷入这个pattern了 就是模式 然后让自己静下来 所以我的这本书里面也有提供几个 你可以找到自己静下来的方式 大家搞定去买书好吗 除了与狼同奔的女人之外 相信自己才是完整的你 其实有告诉大家方法 不是心灵鸡汤那一种 其实技巧就是认识了这个模式 就是意识到说你赶快静下来 就你要慢 然后那个慢刚开始可能会有点强迫 但是你还是要先慢 然后做一些让你分心的 是比方里面就提到 我自己会冥想跟跳舞 但是也许以配他喜欢写作乱讲的 他可以有他自己静下来的方式的时候 让时间交给时间过一阵子 不要让自己陷入这个pattern 其他有点理性 你是不是也是生残者 我是生残者 你是情绪型 后来我开始聊人类图 我也会这样 就是我通常经过来 对好累好难 我跟你讲那个在练习的过 因为我看过很多书 然后像你这种书就是我会涉略要看的书 我看了很多书就是叫我自己要觉察自己的情绪 譬如说我现在在情绪漩涡 我觉得情绪很差 我觉得很想哭 我觉得我现在在发脾气 我觉得我情绪不好什么的 有时候我们就是自己掉到那个漩涡 然后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 然后就越来越 那个漩涡就越卷越深 可是我看了好多书都告诉我们说 其实觉察就是觉知 你必须要好像有点 我这样讲的比较科幻一点 好像那种灵魂出窍感觉 你要有另外一个 你正在看到你现在瑞希 或是现在宜佩 正在情绪不好 你就让它发生 知道你现在正在是这种状况 而且我觉得演戏会帮你很多 因为我会觉得我自己在 这个话题 就我自己观察 我觉得理性脑用的比较多的职业 它会容易在一陷入困境的时候 很容易不知道怎么办 有时候它需要一点点放松 所以我会觉得表演会是 我也会鼓励读者去学表演 不是叫他们当演员 这差很多演员很辛苦 但是它会有一些放松的方式 可以让你更加了解自己的情绪跟放松 就放轻松 你就知道为什么舞台剧这么难转 我还是要去演舞台剧 你知道在那个情况里面 我可以全然放松 我可以全然做别人 然后并且全然的在 一秒钟在那个情绪里面 我可以获得一个很大的释放 所以我的舞台剧圈的朋友 他们现在在开 就是有一些老师级等级 他们就开了很多课 然后他说是来上表演课的人 他其实也蛮 就像瑞希说的 蛮推荐大家各行各业的人来上表演课 很多是护理师律师 然后很多就是什么公务人员之类等等 因为他们完完全全不知道 可以透过什么样的方式 可以让他们在理性的工作 这一块情况之下 可以去觉察自己现在的情绪 到底是什么 哇 我觉得你一定可以分享很多 因为舞台剧真的是一个 会帮助你把能量放出来 没错 跟平衡的一个技巧 我听到我那些朋友在分享说 有些人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自己找到了 内在的那个小孩之后 突然很坦然的 或是很放松的哭了 或者是很开心的笑了 或是很愤怒的骂了 那都是一种 不知道我现在全身鸡皮高大 我也鸡皮高大耶 就是那是一种 你终于知道你每一个 你每一个发出来的怒吼 就是你每个情绪 你跟太太相处 你跟先生相处 你跟你的家人关系的相处 你中间的会有一些摩擦 你是可以原谅自己 并且包容自己的 对 那些都是你 因为有这些情绪才是完整的你 对 所以这个前提 其实跟相信自己有很大的关系 就是你要信任所有情绪的发生 都是你的一部分 然后我 但是其实我有时候看到 我的读者会心疼 因为他们都二十出头 甚至大学生 然后现在的社群真的 蓬勃到机会焦虑 大家看到很多完美的人 就会不希望自己是丑的 可是其实这本书就是 其实真正的那个自我强大 它是像钻石 它会有很多面的 然后我都会觉得 所以我在续都会一直讲说 不要讨厌自己 因为这会阻止你看到很多 你各种各样的面向 然后它会很丰富你 然后也会让你更懂人 就会让你觉得 不要用单一的东西去看一个人 不要用单一的方法 想要把自己脸上痘痘弄掉 好吗 不要再去打一些什么电波雷 不是 就什么一些雷射 有的没的雷射 你要去观察 是不是你太常熬夜啊 你又吃炸的 你又不多喝水 又不多运动 那才是你最根本的来源 我们要去找到那个根本 然后去除错 才是最根本知道 我讲的是瑞熙梳理的 谢谢 不要有容貌焦虑 虽然我知道 在现在很难啦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最后一个阶段 我当然要不免俗问问瑞熙 虽然出了这本书叫做相信自己才是完整的你 这里面的篇章 有没有哪一个篇章是你的读者读完了之后 觉得反馈最大的 然后觉得说哇真的是收获很多 我觉得他们反馈最大是给他们直接技术性的建议 所以他们喜欢从无到有的创造那一篇 因为我在那一篇确实有举了很多 我因为以前常常写明星国内外 所以我会观察那些演员跟歌手 其实他们私底下都还会在额外做一件事情 什么 从无到有的创造 就是比方那个金灵喜 就是一个韩国影后 他喜欢做菜 可是他做菜很难吃 可是他还是做 其实做菜烹饪 这是与狼同奔女人的里面一个章节 他就是做菜烹饪也是一个创造 然后梁朝伟他很会演戏 可是他其实私底下非常喜欢写作 然后我会觉得从无到有的创造 对读者额外发展跟探索自我是好事 是因为你可以 因为他是兴趣 所以你就不用想的多完美 你就是自己煮给自己吃 然后很难吃也没关系 然后你就是自己缝纫 然后缝得很丑也没关系 所以像比方 蔡依林不是前阵子有个新闻 说他去做手工编制 他还翻糖蛋糕 他那个超级夸张 我觉得想说蔡依林到底有什么不会的 他做得很好 我那天看到他那个动画影片的时候 我还心想说 他是不是拿了什么别人的作品 后来点进去看了之后才发现 那全部都他自己做出来的 对因为从无到有的创造 他可以让你静心 就很多人以为静心 就是我要坐在那边冥想 其实不是静心就是你让自己投入一件创造性的事物 我其实可以跟你聊很多 原因是因为听众朋友都会一定很想知道 当然名人歌手 然后很厉害的明星等等的 那对你们来的人生当中 当然是非常遥不可及 可是我们都会在想 什么样的灵魂跟什么样的力量 可以创造出这样子的一个巨星 他没有在拍戏 没有在开演唱会 没有在做一些什么时候 他平常私下在做什么呢 其实很重要 超级重要 那是你的人格养成 跟你的能量的 就是他到底为什么有办法在 比如说在电影圈 在歌手圈 有一个这么大的power 跟这么大的能量 就是支撑他的那股力量是什么 就是他私底下的时候 他在台面上做放出能量的事 他私底下就必须要做收束 跟积电能量的事 那这件事情 其实从无道的创造 他真的就是一个关键 他就是会让你把自己 好好的静下来去做这件事 所以不管什么事都好 像有人是喜欢植栽 就在那边种花种菜的 我也是 这也是创造 我以前从那个 那个叫什么黑手指 现在近身为绿手指 黑手指是什么 就是你种什么都死什么 就是什么东西来你家就会死掉 我从黑手指变绿手指 而且我是从那完全不会切菜的人 然后我到现在可以做出一整桌的料理 所以你的戏就越演越好 因为你会在无形 那是一些很细微的过程 你会知道说 原来是这样 然后去调整这个比例 原来这个不行这样的 原来这样子会死掉 所以你会是一直不断去调整 你会一直去修整 然后跟自己对话 跟植物对话 跟棚人对话 跟菜对话 跟很多事情对话 跟宇宙对话 跟能量对话 对 像很多年轻一辈的读者 都会直接想要讲一些宇宙知识 可是我都会告诉他们说 因为这真的很重要 是当你把一件事情做好的时候 你就懂宇宙知识了 所以就是在生活中 要进行一些创造性的产出 对任何理性感性的人 都有很大的帮助 其实我觉得要产出 就是要去看这本书 相信自己才是完整的你 今天非常开心跟瑞希聊天 你的书可不可以打个一年一月 这样你就可以常常来节目 也可以私下跟你聊天 好 最后来点一首歌 送给听众朋友你想要点什么歌 我想要点的是泰勒斯的Antihero 哎呦太会点了吧 因为这首歌 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转折 泰勒斯其实一刚开始 就是一个美国甜心 快快乐乐 他谈了好多恋爱 然后也很敢爱敢恨 对 然后他Antihero这首歌的歌词 就是在讲一个人 要怎么跟他内心的恶魔 跟恐惧和解 他这里面就直接讲他很贪婪 他有虚荣的那一面 然后这样大家还喜欢他吗 大家不喜欢他 但还是很喜欢他自己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 这首歌很喜欢 然后也很适合 这本书 也很适合推荐给大家 怎么这么会写 又这么会点歌啊 好下次常常来节目 跟我聊天 谢谢瑞希 我们就来 不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